這個朋友就很適合你聽 他的問題就是 他說Tesla會不會見300元 這個我想他是講一拆三之前 就是以現在的水平跌下去 我經常覺得大家覺得股市 在估一個價位上是這麼容易玩就玩 如果是熊市就看淡 那我就估Tesla就行了 你怎麼估 如果你用估空的策略上面 Tesla我不覺得問題大 純粹是說股價之前升高 同樣道理就是你開月線圖出來 因為股價前幾年升了這麼多 短時很難有調整空間 但問題是如果你看到月線圖 第一步都是500元 所以我突然要看到300元 我不知道你怎麼定出來 就是說你亂股的時候 等於足球突然間 你覺得萬聯會不會被人炒6比0 那一定有可能的 問題是你落不落注去買 股票市場不是這樣玩的 你要投機的話 第一方面就是你特別沽空 不會以目標價來定 市場沒有人敢想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不是 但結果會不會出到 剛剛的道理會不會突然間 萬聯被人炒6比0 不會沒有這個可能性 等於你在我去年 我看淡港股 我會不會猜到 恆之見萬八點這些水平 我猜不到 但最終結果出來 恆之見到萬八點 但是道理就是 當你有一個想法投資的時候 起碼整個跌浪出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吃得那麼深 但代不代表我要賺光它 甚至說 放了股票市場 我要賺很多 不是這樣玩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Tesla這些 你可以不行的 但我經常都說 當去到六至頭 即是未計分拆錢 去到六至頭的位置 我覺得是要吸引水平的 但是你賣得就要一段超長線 甚至你又準備好 準備出現百萬要支 好